各位好,這個是九龍城書誌的活動 今天很高興能夠邀請到香港藝術家李繼忠先生和我們做一個分享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以藝術的方式去加入歷史 很高興可以跟阿鐘聊一下我們一起合作出版的這本新書 《無法憶氣,怎麽人杜達者類》 還有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可以聽阿鐘分享一下他一直以來的藝術創作 首先多謝阿鐘接受我們的訪問或者邀請去演講 在開始之前,都讓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魔術出版的阿卓 在今天這個活動裏面,其實我不是負責講的 我主要負責問問題 因為我知道阿鐘應該都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但去到某些關於書出版的部分 我都可以有少少交流討論 那就不多廢話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阿鐘 去開始他們的介紹 多謝阿卓,多謝你邀請我 也多謝你幫我做無論是書的設計或是書的發行 或者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你繼續 過去一段時間我做了很多和歷史相關的研究和創作 早期的時候其實我經常都 我之前剛剛,因為剛剛我現在有一個展覽 是WMA space,一個中環的一個 space 剛剛我們上個週末我們有一個新書發佈 我也曾經說過,其實這段時間 我經常都會改自己的 bio 或者如何介紹自己 以前我經常都會跟別人說 我處理很多文獻或者檔案的東西 其實也是真的 但現在我就慢慢會有少少改變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當我介入 或者去研究一個歷史事件 或者一個歷史脈絡的時候 我有時候不一定會處理文獻或者檔案的 因為 但反而我以往處理檔案的經歷 其實就會令到我 建立到一種工作方法 或者是一個 用另一個方法說 就是一個 學術上的一個方法學 就是究竟 我怎樣去面對處理 以及審視我手上的素材 所以我現在就說 其實我是反而 有一個archival research的 practice 就是一個文獻處理的經驗 其實是令到我怎樣去看歷史本身 其實換句話 就是用一個人的語言 就是簡單語言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看歷史 就不只是看歷史 不只是看內容 就是說 我們現在 無論透過什麼的途徑 無論是教科書也好 新聞也好 或者是著作也好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起承轉合的 就是一個原因 可能就是有結果 尤其是中學的教科書 我想阿卓也是一樣的 我們都差不多 我們的 generation就是 中國歷史 自從某一個朝代開始 一開始就很輕盛 然後就衰落 衰落就一定是 人名 地名 接著發生什麼事件 但是中間就是自己想 其實我們以往 我們以往處理的歷史就是信念份 因為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譬如我們中一開始就是讀 可能我不知道 由商朝開始 或者是新聞 當沒有正確文獻記載的時候開始 之後就慢慢慢慢去到近代 當然現在我們對於歷史科 或者通識科也有另一種看法 近期對於教育方面的改革 但是其實我們 當我們處理歷史 就是 我們這個分享會 就不一定是講我的作品 可能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 其實有很多歷史的事件 或者是人 事物 時間 其實可以同時間發生 或者是超越了時間 就是說 超越了我們以往看的那種 由零開始 然後到一百 這種線性發展的時間 有很多事情 其實可以同時間發展 所以 我們究竟如何從 這個時間線裡面的不同的點 把它放在一起 再建構一個新的說法 其實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這種工作方法 其實 不單止是讓我們重新看回 我們現在認知的所謂的歷史觀 其實還看到很多其他東西 我覺得待會我們也可以討論一下 其他東西是什麼 之餘就是 其實在訓練我們有一種思維模式 就是 我們怎樣 抱著一個 批判性的角度 去看 不一定是歷史 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 時事 我們身邊發生的事 其實這種批判形式 其實 因為我現在身處在內地 我經常都討論這些問題 和內地不同的朋友 對於我來說 是一種很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種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 大家對於同一件事的看法 其實是很不同 其實那種不同 除了我們處於一個不同的身份 我們是香港人 他們是中國人 之餘 就是其實大家的教育背景 和我們處於那個地方 如何建構那種大歷史的敘述 就是說 我們教育背景其實是最明顯的 就是說我們從小到大如何教育 這個地方其實是如何產生出來的 譬如我相信現在2000年後的朋友 其實他可能對於香港這個地方 也跟我們很不同 因為我們始終經歷過殖民時代 所以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看法 甚至我們用什麼的語言去形容它 其實已經產生了一種很根本性的 意識形態的改變 或者意識形態的分別 譬如很簡單 我在內地 我就跟朋友說 討論一些問題 譬如天安門事件 甚至天安門都不可以說出來 這三個字 那怎麼說出來呢? 那道門 他說八九年的那件事件 OK 明白 在這個情況下 在你進入之前 不好意思,我暫時少了那個病 因為你剛才說到那個工作方法 就是你容許我把那件事拉淺一點 就是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未必明白 什麼叫做工作方法呢? 就是你做藝術的,你是藝術家 那你的工作方法 為什麼會跟這個研究的歷史文献 甚至組織自己的歷史文献有關呢? 那不如你從這個位置開始說 我相信會更容易 就是大家會吸收我 好 不要緊 因為我經常都是會緊張的 就是我經常都會 是 轉到很深 因為其實很多藝術家 其實他平時做工作的時候 可能有一套習慣 可能 其實可能 假設 就是不是普遍性的情況 就是假設有個畫家 其實他真的很喜歡畫風景畫 可能他就是會 隨著某一個路線去畫風景畫 那他用的材料可能就是 假設是塑膠材或者油材 諸如此類 其實那種方法都相對普遍 就是假設這樣才算 或者有些藝術家就比較隨意一點 他每一次遇到什麼不同的題材 他就用不同的方法 但是如果做很多時候 我的工作裡面 必須要牽涉到研究 就是說我必須要設立一套方法 去令到我搜集回來的資料 其實是很有系統去整理的 因為如果我不整理那些東西 轉頭我就不記得了 因為太多了 而我的工作方法 其實我可以舉例子 就是說 當我因為某一個原因 去香港的檔案處 即假設是香港才算 我就拿到一些資料 我看完了 其實我每一次都必須要做一些工作 即假設是做Tagging 即是說 究竟那份檔案是關於什麼 譬如有什麼關鍵字 關鍵字 即我可能看到一個名字 我平時上網看他們的網絡 我只看到一個名字 但名字和內容可能不相關 我就要加Tagging 這部份的工作方法 其實是很多 圖書 都會用的 這是很流行的做法 基本上是最基本的 而這部份 其實很多時候我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藝術家 如果他做藝術作品 也做研究 如果研究可能是多 即他的份量是多的話 我們平時每個人只有24小時 每一天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時間分配 多少給研究 多少給做創作 還有多少給生活 例如吃飯 諸如此類 這個也牽涉到一個藝術家如何生存 即我也是 前年開始做一個全職藝術家 究竟在香港或者不是香港的情況之下如何生存 所以就是如果沒有一套很有系統的工作方法 其實我做到的研究的東西 其實我永遠都用不到的 因為我永遠都好像馬上就忘記了 當然我現在都 譬如我剛才所提到 如果我沒有一套 工作方法也牽涉到管理 就是說我怎樣管理自己 如果我沒有一個好的管理方法 其實我也不可以請到人去幫我做到這些事情 因為工作量太多 假設如果我100%的時間 我花了80%的時間去做研究 我只有20%的時間做創作 其實就很不夠了 所以我怎樣管理自己的時間就很重要 譬如這個是 假設是研究檔案 但如果不是研究檔案 可能研究 我的研究是口述歷史 我又可能有 要多一點的工作方法去配合 就是說 可能我轉頭就要寫資料 然後就 找一個助理幫我做錄音 錄影 然後做剪接 諸如此類 所以每一次遇到不同的情況 或者我面對著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地方去做研究 我必須要調整我自己的工作方法 而我很多時候 譬如假設剛剛現在在WMA展出的展覽 那就是一個由2018年開始的項目 就叫做 復環線收如進去圍谷 就是關於香港在二戰的時候 開始到現在一些同像 就是香港的一些同像 那麼 一個跨越了兩年多的一個展覽 或者兩年多的一個項目 其實它當中有很多的轉變 那麼究竟 我怎樣去 很有系統地進行這件事 不單止只是做展覽 或者做作品 還要有出版 或者有一個 有一個表演性的閱讀 就是朗讀會 諸如此類 那麼其實我們必須要 我去找不同的資源 去讓我完成這件事 或者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必須要去不同的地方 注留一段時間 那麼我都因為我在那個地方 注留多過一個月 那麼我就必須要有 再適應 諸如此類 所以其實那套工作方法是 因應著不同的素材 不同的情況 我必須要做出調整 或者我再容許我 嘗試再直接 單刀進去那個題目 就是因為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用藝術的方法 介入歷史這件事 但是剛才你說的很多工作方法 其實都很類似一個 所謂的歷史學家 或者一個研究人員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在講一本書之前 我想先給大家聽一次 就是究竟 為什麼你會 或者你用這個方法去做 你為什麼不會把自己 界定你是做歷史的人 而是你把自己界定你是做藝術 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最近都 我經常都想這個問題 當歷史學家很多時候 他的工作 就有些像我剛才所說 就是說去不同的地方做研究 然後整理資料 然後再從中找到一些新的發現 或者是透過梳理歷史的脈絡 就再找到一個新的講述方法 就是一個論述的方法 帶出一些新的知識 就是啟發到大家如何再回顧 或者往前去看 現在的狀況 或者歷史本身 但是藝術的部分就很不同 就是去 就是當我 假設我去一個歷史檔案處 這樣 我找到一些資料 那可能我作為一個藝術家 其實我 以往的訓練 其實就令我對於某一些事情很敏感 我相信阿卓也是 就是 氣味 聲音 質感 顏色 對比 大笑 或者裝著文獻的文件夾 或者一些職員如何拿出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一層一層的細節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些細節除了 證明到它有一種歷史感 就是我經常說 我拿著一張紙 那張紙可能是百多二百年 但是可能我真的大力一點 我就令到它破損 所以其實那種拿在手的時候 那種和身體產生的感應 其實是超越了那張紙上面寫的文字 就是說它的內容 其實已經是 到我這個手上 其實它經歷了很多事情 而那張好像很輕的物料 其實它盛載著的東西 是超越了 它的物質本身 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養分 就是說我如何將這些東西 轉化成 感動 第一個層次就是感動到我 就是拿起手那一刻 其實已經感動到了 但是呢 這個我經常問的問題就是 藝術家為什麼要處理 或者我自己為什麼要處理這件事 為什麼我要處理和歷史相關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這麼重要 如果不感動到自己 其實是感動不到人的 因為我做藝術一定是 如果呢 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工作方法 就跟一個全職的文員 或者研究者 都相差不多 但是 那為什麼我要做藝術呢 不做研究員 雖然以前我也做過 那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說 除了我 擅長做藝術 或者我學藝術之外 一定是有多於這件事 就是說 我不是說我擅長這件事我想做 而是 必須有些使命感 就是說 這些漢少很宏大的事情 其實很實際 就是說 我怎麼透過這個方法 去 令到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 嗯 那可能我推動到 就是我可能改變到很少的事情 就是有個人可能 就是我經常都用這個例子 就是 在展覽裡面 有一對父子 因為看到一個報導 他就帶他小朋友來看展覽 他從來都沒有看過展覽 就是他不知道什麼叫藝術 其實對我來說 這件事已經 我覺得已經很成功 對我來說 也很感動到我 因為 至少有人 可以認識到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藝術家 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這樣說 嗯 我又想把你剛剛講完那些 再套下去 讓大家可以理解多些 和這本書的關係 那這本書 就是《無法益起怎樣獨達者女》 那其實就是你的 就是五部展覽的第一部曲 這個《復環線修與進退為谷》的一個 就是第一個章節 可以這樣說 還是第二個章節 那不要緊 待會你再補充一下 那就是 可能剛才你說了 你會研究很多不同的檔案 你會去設立一些工作方法 你會駐某一些地方去做 去留在那裡做一些事情 那什麼引申到你出現了這個作品 和現在這本書呢 其實是大概 17年 16年至17年左右 當時我正在研究一個項目 就是關於香港的物件 就是說 香港在政府這個體系裡面 產生了什麼的物件 其實當時我找到很多關於戰前後 其實香港因為戰爭的關係 就是1941至1945年 那四五年就香港 光復了 就是當時就是Liberation Day 那之後就 其實有很多戰爭的物資 都留在香港 那我就看那些名單 那是很奇怪的 就是有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 因為其實 因為日本佔領香港 之前和之後 其實他佔領了很多地方 假設其中一個就是新加坡 就是1942年其實日本佔領了新加坡 而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後方 就是說 他可以提供兵源去到東南亞 也同時間 他們的雙兵也可以運回香港 就是香港就好像是一個中轉地了 從來都是 那 所以當時有很多東西 譬如在匯豐銀行的地下 那個隔腕褲裡面 就找到很多鴉片 或者 找到很多金條 那 或者 不是來自於香港人的珠寶 就是真的是 那 那 當時其實香港政府 就不知如何處理這些東西 那 他就公開拍賣了它 那 那 其實 同時間我也看到一份文件 就是 其實香港 當時 戰後其實很窮 那 就透過拍賣這些東西 來 因為當時 那些銅像 就是香港有10個銅像 在王學像廣場 其實就被日本 就拿走了去日本 這樣 然後戰後就還回來香港 但是香港就沒有錢去維修它 那 就透過拍賣剛才那些東西 去 去 復收其中一個銅像 就是這樣 其實整個 復環線收與進退遺谷 就是一個循環 就是說 我借著這件事 其實講了三個狀態 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失去的東西 其實我們想拿回來 然後 我們想拿回來之後 我們發現它已經破壞了 我們想復收它 在復收的時候 因為資源匱乏 或者時機不對 那我們就進入了一個糾結的狀態 那麼這個循環其實是 在戰時當然就很明顯 但是其實 當時其實我在想怎樣 用鋁皇像 或者是戰爭歷史怎樣對應我們身份的問題 所以就是 究竟我們怎樣界定自己的身份 我們怎樣去維護自己香港人的身份 維護的過程 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所以對我來說 講歷史其實就是講當下 因為其實這些歷史事件 就是有一個很 很續套的說法 就是其實不斷重複 在重複的過程 其實我們 從中究竟學到什麼 所以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 其實是關於 除了講戰爭歷史之外 其實是講現在 我們怎樣解定自己 或者我們怎樣去移動 我們在一個進退圍攻的狀態 怎樣去繼續向前走 那當你構思了這一堆 或者你找了這些元素出來之後 那你做了什麼 令到觀眾或者讀者 可以跟你有一個共鳴在裡面 當時我看到很多文獻 無論是來自香港也好 還是英國也好 其實我經常都在想 文獻的內容很多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書信來往 就是官員與官員之間的書信來往 那我就在想 其實人在 譬如普羅大眾 或者在戰爭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種的人 是牽涉在內 但是他們好像也未被記載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狀態 就是說 其實透過單一的 或者不應該單一 就是透過檔案去看歷史 其實他必然會有他的限制 因為他有他的能力 或者我們透過每種不同的方法去看歷史 他都有他的能力 所以當時 就是之前迷家 他也說過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我們怎樣 就是分開所謂的歷史和故事 究竟 其實在我的角度 分不開 有些相似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需要分開 因為 當我們現在說歷史 或者是 其實我寫下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古希臘怎樣看歷史 其實他有三個概念 其實很清楚 就是他有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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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現在的民族 就是不同種類的人 有不同種類的生活 但是記載的方法 是不一定靠文獻的 可以是靠口口相傳 第二個 就是 歷史的事件 透過喜劇的方式來展現 因為希臘就很依靠戲劇或者是詩歌 其實藝術就是一樣 就是一個representation 一個座現 就是說其實 第一個就是關於what 第二個就是關於how 就是用什麼方式 第三個history就是說 在人類的進化 或者以上兩個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產生知識 不論它是真實還是需求 就是說其實 我們普遍普羅大眾也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歷史和故事其實它們就站在 一個就是真實 一個就是需求 就是擺在一個天平的兩邊 但是其實我們這樣的說法是有一點不準確的 因為故事有它的真實性 歷史也有它的需求性 剛才我所說 文獻其實是不等於歷史的全部 它只不過是歷史的一部分的論述 因為這個世界不會存在著一個文獻庫 是包含所有的東西的 而創建文獻庫的 無論是人或機構 是必然有它的方法 就是說這個系統其實是界定了 好像以前中國有一個官員叫做史官 他們有寫史記 史記其實是記載皇帝每天做什麼 就是那個朝代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其實它是透過一個人 或者一個機構 是界定了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角度 而那個角度以我的角度 其實最好最理想的情況就是 這個世界越多方法去記載歷史 其實就越全面了 所以其實我們首先要撇除了 預設就是檔案就等於歷史的全部 因為檔案也可以有誤差的 所以其實中後剛才我所說的那三個 就是History和History 其實說我們如何界定真實和虛構 其實到了最後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真實與虛構之間如何產生知識 就是說我們如何從歷史的敘述裡面 看回譬如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語言、文化、環境和共同體 就是說人作為一個團體 看回這些脈絡 所以其實我剛才你也問了一個問題 我還沒回答的就是說 在我的作品裡面 除了展現一些銅像碎片 即是一些實質的銅像碎片 裡面有幾個錄像其實是展現到六個人 譬如這本書其實也是這樣的 就是六個不同身份的人說回同一段歷史 而這本書無法引起怎樣到達者裡 就是其實這本書裡面有七個小冊子 即是七本小書 其中六本就是六個不同的人的身份 透過圖像和文字去說回他在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 當然那就是一個轉化 就是這本書就是一個藝術作品 一個錄像作品的轉化 轉化了一本書 但是它也有它的力量 所以我作品裡面 其實那六個身份的人固然是虛構出來的 但是它裡面說的說話 和他們的時代背景 他們的講述內容呢 沒有,我想說一本書而已 第一篇講 其實他說上來很多都是依照著我在研究的過程中獲得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就好像用他們的口說回一些 很繁瑣,很多層次,很多東西的研究內容 其實我本來想過之後才問你的問題 就是你的人物是虛構的 為什麼又等於講歷史 但是你已經超前講了 那我不如就 我想借個機會也講一點和出版有關的東西 那我想問其實這本書是否你第一本書 就是出的 還是你之前已經有出過的書 其實我之前就用一些家庭工作方法的方法 其實都是自己呢 就是自己排了版 然後自己把文字寫好 然後放進去 那那個方法其實就有點困難 就是因為我自己做了所有事情 但是當然有很多都做得不好 但是那個方法也有些很個人化的成份在裡面 其實我也挺喜歡的 所以其實之前我每次做一個展覽 就是我由19年開始 其實我盡量自己做展覽的話 我都會做一本小書 但是其實之前也只是出過兩本 因為有時候的展覽是群組表演 那我就不做了 明白明白 那為什麼我這樣問你呢 因為其實我和你合作做這本書的過程 就是我很享受的 因為其實我會說 我平時做出版本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那個方法 剛才講了很多 那個方法是很固定的 就是好像一定是作者寫好份稿了 然後編輯就編好份稿了 然後就交給設計師去設計份稿 然後就有份稿大家就再看 教隊 然後做印刷 然後出版 那這個彷彿就是一個 好像是天經地義的過程 但是我們這次做這本書 基本上我們的流程程序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包括就是例如 我先去看你的展覽 就是由你的展覽開始 但是因為你當時的展覽 那個主角其實是那些銅像 因為擺得很堂皇 而且本身也很漂亮 但是到最後我們竟然聊聊之後 我們就把那些銅像放下了 我們就轉移去變成六個好像檔案一樣 把那六個角色的東西收到裡面 我想問的位置就是 因為始終你本身是配送那六個角色 你是用影片的方法去做的 包括有圖像 還有聲音 我們去到現在轉換成為書 即是六本不同的書 講六個不同的虛構人物 那這個中間過程裡面 你覺得難度在哪裡呢 又或者你覺得你轉不轉換得到這件事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其實就是 我覺得你最強的位置就是 你能夠很有主見地介入一個項目 因為其實這個項目有些古怪的 當我找你的時候其實已經完成了 就是它的內容 就是它的作品其實已經完成了 只不過是 不是可以在一個展覽裡面展示了所有的作品 而對我來說 就是當我們合作的初期 其實我 我想我跟你也有一個很明確的想法 就是其實這個書並不是一個展覽 或者一個藝術作品的一個紀錄這麼簡單 而是它必須要它尊重書作為一個藝術作品 就是它不是純粹記錄之前曾經有個展覽 或者這個作品裡面的內容 所以其實這個繁色轉移 其實它使得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 其實它使得我本身就要撇除了 我不需要全部將我影片或者雕塑的東西放下去 因為它本身有它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當你找到 因為這本書你當時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透過中間一張卡紙 其實就可以一個沒有騎釘 或者任何 binding的方法 其實那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binding方法 就是透過紙來穿過一張紙 所以其實它也很容易去拆開 調換的次序 而當我們同時間對於這個 這麼神奇的binding方法 是可以放在這個項目裡面 其實當時我就立刻可以想到 如何利用這本書來再產生更多的東西 因為那本書不只是一個善性的閱讀 我想你也提過很多次 就是說我們以前看書一定是由第一頁看到最後的 研究的書有時候也不是的 研究的書可能就是我找那個篇章 然後就只是看那個篇章的東西 索引 我聽到索引的方法 就是文件踏成 是的 但是這個就很不同 因為它從一開始 其實它的形式 它的設計 就是它的物質上面的形式 容許我們將所有東西打亂 重新組合 而那種打亂重新組合的重要性 是來自於 我們對於歷史的看法 也是要靠著這樣的 重新試一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回那件事情 才會產生到認識 而我虛構的部分 譬如虛構角色 或者將那個角色放在那個時代 再重新透過展覽放在現在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打亂了一些 已經固定的歷史講述的方法 所以這種透過打亂而產生新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很欣賞 就是這本書 當然後期我更加想到 如何透過閱讀 就是朗讀這本書 而再加入更多的 無論是詞語也好 Footnotes 或者閱讀那個人的想法 而成為了他有自己的生命 這個位置我反而想說多一點 但是進入去說表演的部分 我也想說多一點拜登的部分 因為其實最當初 坦白說這件事是有點巧合的 因為一開始 當然我也有想過它沒有開始沒有終結 但是我最初是說想做一本它是散債的書 意思是你從哪裡開始看 或者你是要讀那個人自己重新組合才能看得到的 但是當我去到真是現實一點去考慮 整個有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門檻很高 就是你需要那個讀者 是非常好像你一樣會有一個研究精神的 就是他才可以真的看得完本書 所以當時就開始去摸索究竟 怎麼可以做到那種 它都是一個固定形態來的 但是它又可以拆得開 於是就遇到我有另一個朋友 他的公司叫Huttle 他在英國的社交公司 他本身有一個出版社叫Huttle Press 他就有一個workshop 是關於一個手binding notebook的workshop 他後來就拿了兩三本sample給我 就說你覺得漂亮不漂亮 我說這麼漂亮? 沒有釘的,這麼有趣 他說原來他們是不知道怎樣 在不同的舊的文件上 去找一些binding的method 然後不知道在哪裡找到類似的東西 然後再現代化它 出現了那本notebook 那我當時一邊就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拿了一份東西就覺得 那個好像一個folder 與其跟我說它是一本notebook 我更加覺得它是一個folder 於是我就直接問問它 我說我有個project 就這樣這樣這樣 我很想用你這個binding 你能不能用嗎? 那它的答案就是 那你就可以拿去用,也不是我的 而這個巧合也都導致到 當我去再構思這本書的樣子的時候 其實我就去study一下 究竟我想怎樣做到文件的效果呢? 因為以往的出版是只要你按釘下去的那一刻 你就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就是你已經是完成了 你沒有辦法,你除非破壞它 因為你沒有辦法再這樣組合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一般覺得出版的時候的那個step來的 但是這本書的結構就導致這本書可以永續地改變 那這個就是當我一想到這個位的時候 我就再跟你說 然後就哇,這件事好像天造地市那樣 所以其實這件事都跟一些文件有關 然後我更加想像不到的就是當本書出版了 終於出版之後 那時候也有跟我說過幾句話 我想拿來做個perform 找回一些聲演你本身的影片的那幾個演員 去讀這本書的那樣 那我最初就以為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就是閱讀的Performance dress up 了那樣 但是我那天 因為我也有在現場看你的show 就是這個show和這個Performance 我是很驚訝你原來除了讀之外 和現實環境之外 你還放了新的故事和一個narrative進去 甚至當你拍場那一刻 我是沒有管到動物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說一下你構思 就是你由家製作本書會是這樣 然後再去構思的Performance 就是你這個再創作的步驟究竟又是怎樣 我也很想知道 因為這個展覽其實就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完成了的項目 但是我有一個叫做finale 就是一個最後的展覽 就展現一些之前沒有展出的作品 對我來說 其實展出那件作品的重點要求是不太大 因為始終都已經是一件 但是那件作品沒有在香港展出過 但是反而我在想怎樣做一些事情 是對應到現在的事 就是現在發生的事 同時也在對應著作品的內容 所以我一年之前 其實大概一年 去年的11月 我就跟WMA說不行 我要租一艘船 就是去年的時候 我就說我要重演那些銅像在維多利亞 就是維多利亞 就是維多利亞運來離開維多利亞港的路線 載著一些觀眾或朋友去經歷這條路線 就叫做海上顛簸 就是大家好像在船上 你就成為了那些銅像 所以這個展覽叫做 醒來已是百年生 就是身體的身 就好像他們住在一個銅像的身體裡面 當然現在我展出 就是剛剛兩個星期之前 有那艘船 叫做海上顛簸的船 就載觀眾出去 差不多到了公海的位置 其實我們對於海的想像 或者船的想像就很不同了 因為近年發生的社會事件 所以其實當我 也因為疫症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一艘船 必須有六個觀眾去坐 就等於像你想像的那本書就是一艘船 那個書包包 其實就是載著這六個人 但是當我跟那些 當我跟那些演員一起去討論的時候 我就對於錄這個數字就很驚訝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控制不到一些事情 原本想多些人上船 但是其實錄這個數字又好像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那麼我們就想像那個閱讀朗讀會裡面 其實就是那六個人 是離開香港的 在戰後他們在香港出發 離開香港 他們被困在那艘船裡面 就好像 那個朗讀會就在海上顛簸 就是那個船船之後 就好像重演 用歷史的角度重演船船船 所以其中一個角色就是我的角色 其實就不是在影片的角色 是一個全新的角色 其實我說說的內容就是 在船船船的時候 我每次完船船船 其實我會訪問所有的當時參加者 其實我說的內容是 全部都是那些參加者的內容 但是其餘的五個 在朗讀會其餘的五個表演者 就是全部都是在影片裡面的文章 以及在書本上的內容 文字內容 我就好像一個導遊或者船家 或者好像跟他們一起被困在船上的一個人 就講述了很多 就好像引路者一樣 就是講述了很多時代的東西 或者是串連了他們之間的東西 他們有時說的內容好像牛頭不搭馬嘴 各自在說自己的故事 但又好像對應到現在發生的事 其實時間不是很多的 但是我最後有一點問題 我自己個人是很想問的 因為無論在你的作品 到我聽你自己說話的時候 我看過了 我看你經常都會提到情感這個元素 但是明明你研究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比較 例如戰爭的歷史 又或者一些 好像很硬的東西 但是我看你的討論是瘋狂講情感的字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對於你來說 是這麼重要呢 還有有沒有放進去未來出版的一些概念上 你之後的問題我一定要記住 就是情感 因為我看文獻其實沒有情感這件事 一定是很多時候公式文獻 我最喜歡說文獻 即是歷史歷史就是另一件事 文獻其實是沒有情感 因為它都是公事 即是它職員與職員之間的對答 所以所有事情都要很清晰 但是我覺得其實情感很重要 就是因為這正正就是藝術最強的那一部分 如果我只不過是轉述理解文獻的話 其實我怎樣用藝術這個形式去 去跟觀眾作出溝通呢 我成果上就是最重要的翻譯 即是那種翻譯 怎樣由文字、文件、翻譯作、視覺語言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 即是這個部分也是最難的 而怎樣我 在做那一刻我自己的情緒 或者我對於現在這個情況的理解 我理解這個已經過了幾十年前的歷史事件 它必然有一個緊急性 我要在這一刻去展示出來 而這個某程度上也跟我的工作方法相似 因為我就是存在很多這些點子 或者是我研究檔案的內容 的過程其實我收藏了很多我覺得很有趣的 一些靈光的東西 即是有些閃光的東西 我覺得時間到了 我就做它出來 所以做出來那一刻的時間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那一刻其實我是處於一個什麼的環境 身處在哪個地方 我怎樣將我自己的情緒內化了 而再結合了歷史的內容 文獻的內容去展示出來 其實正正就是藝術最強的capacity 所以 而另一方面就是 我怎樣跟觀眾作出溝通 如果我將一堆文獻的內容放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是我界定了哪些觀眾才能看得明白 因為 我估計不是很多藝術家會想這個問題 但對我來說是必然要想的問題 因為我不是為了取悅觀眾 而是我其實做藝術作品的使命感 其實正正就是要啟發 或者是可以用啟發這句詞 就是我怎樣令觀眾再反思現在的事情 它不只是給視覺語言或者視覺效果去取悅 而是它當中感受到一種情感 感受到一種歷史感 或者反思其實以前有些事情是真還是假 再是透過自己的方式去將這個漣漪擴大 所以對我來說 怎樣想像觀眾 他怎樣理解這些作品 其實很重要 第二條問題就是 我之前聽你說的 你未來的展覽或者你未來的作品 你會有一部份牽涉出版這件事 那我會想 收一下風 其實你在想像中一些怎樣出版呢 還有 又為什麼會想用出版作為你的媒教的方法呢 其實我未回答你之前 你之前其實說的那件事真的很重要 我現在也想不到 怎樣把情感 放在或者是人靈放在一本書裡面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有時候如果我想不到 就真的要靠設計師 因為我相信 而 我以後其實應該每次都會真的跟設計師合作 就不會再自己做了 因為 除了會有一些新的蠻蠻蠻之外 就是 其實他也會將我原本忽略了的部份 擴大或者是突顯出來 至於 究竟為什麼我說以後我都必須要 每個項目都會有一個出版呢 就是說 其實我過往 現在我其實 那個五部曲 就是那個 跟遷移有關的五部曲 其實我現在做到第三個 其實我跳過第三個 我還做到第四個 其實原因就是 我每次做這些項目 其實當中牽涉了很多研究 我做完一次這些研究 我都會寫一個研究報告 有時候不是很學術的 但有時候就好一點 那個研究報告其實 也會必然有一些資訊 就是說 我也有一點點自信 其實我發現了一些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 其實那部份真的有點像研究員 還有歷史學家 那如果 當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其實藝術其實有句限制的 就是說他不能夠將這些東西 很充分地用 只是展覽或者視覺語言去表達出來 當然我可以口說出來了 但是其實書本也都 在這個情況下也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也都 我相信阿卓你一定是 就是很價值書作為一個藝術形式 其實它可以令到觀眾超越了時間 因為你拿著一本書 你就不是固定時間去看那個展覽 那你只要在家裡有那個空間 你能夠支援得起 那其實你可以無時無刻也將它翻閱出來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形式是對於我的研究 發表我的研究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個也是我的夥伴經常提醒我的 就是說你的創作 有它的一定的力量 或者是展覽也是一定的力量 但是同時間你的研究一直都是忽略了 因為研究如果只是透過展覽去發表 其實它是相對有點可惜 所以以後除了書作為一個新的 令到創作那部份有一個新的生命之外 就是將研究這部份好好地展示出來 好,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雖然我感覺到你還有很多東西想分享 希望未來還有更多機會可以跟你再談一下 也很感謝大家聽了一個小時 也很感謝《九龍城書節》的策劃這個項目 我們後會有期 多謝 多謝 多謝